大学之道之文 文中有文言文及白话文注解 因此让深浅者都能理解文艺 进而悟道修行 大学之我简 大学一书 其义至深 其礼至违 戏无及大臣大法 父戏观之 义系及简及明之文 至平至雍之行也 明乎 圣人之道 源自平庸 不上经旗 人美视为平庸 而福建之物已 启之平庸之道 正屈圣玉之道也 习乎 世人呈恒间三字 不能报定耳 故学经尊尊告诫 以利后事 无助解之下 不胜感叹 圣人敏世之辛苦 教会天下后世之法密也 总言大学经之道 三纲领已到尽无意义 中令所谓半部论语而治天下 何用半部灾 学经之名得清明 用之以治国平天下而不尽也 阳西遥顺一让 垂拱而治 万民浑浑 其心浦浦 烟用辅月而降之灾 揪其治国之要素 教明之良法 不外自明明得实践清明 以化一照树明贤明其明德 明德付出 鉴于言行 将其自制于一身 焉用法而降之乎 人人各有自制精神 身心性融化一炉 归于礼欲 虽不但在世为圣化之名 身世亦正萨萨陀陀之先 故大学之八条目 先以格物入手 合约格物 内圣之出功也 与何丁见 私欲静静 天理流行 信礼天理 如常天秋水 相应一色 明明得付 实践清明之功未用 至我良知以外王也 此圣人所交为民父母者 应由事处入手 至肯切药之处也 如事则举意必成 动心必正 性为圣君 心作贤明之臣 以道化身 则身心性融为一意 性本至尽 有感随通 发于心而意其身 莫非皆道也 须知身心性 亦有三大分别 性本至善 心本有善 有不善 身本恶浊者也 如性秉其全 则心生共义 虽欲心之妄动 身之妄行 尘难为以 顾格物 智之 尘意 正心 此四部位内圣之体也 内体具足 异于异生 则身不修而修已 由身推用 何处着手 则必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 当何如也 内圣巨足 鉴于言行 千功让 兢兢持己 至家有道 处世秉公 夫有如是不家其者 欲其其家 如是则其家之心也 其其心则身为有不其者 不其其心 而欲其身 尘难为以 异国乃个家宗之极 如果用其家做起 内顾无瑕 师德于外 如春风到处 万物蒙然 明德感昭 群起相应 圣曰 处于自由而传命 尘难 如是异国大志 贤之人未体 亦未用 尊卑礼让 惠人和风 一国与一家 一生辰无意义 游文王 以德化名 赶昭天下 诸侯贤目 世民引领 如是则未有 不忘天下者 故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 此外王之用也 苟舍内圣之体 而欲识做外王之用 无知其非然也 大学之定义 大学定义者何 以上大学之我见所论 此为万民上者 应修内圣之体 以达外王之用 或曰 雍雍世述 何可法乎 无曰非然 须知圣人立教之义 本不直定义端而论 自天子已至于庶人 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之语 由是可见梗盖矣 无论尊卑贵贱 只要至成不习 明信付出 及其止于至善 何分尊贵贱灾 诸著曰 大学大人之学也 以无所见非然 正与此论相反 我曰大学者正小人之学也 然既积称为大人 以内阁无误 信诸原名 孝天之大 尽信之能是 何须又复学也 所谓大学者正小人之所学 小人者系名也 应随系系名 信之所据 与圣贤无益 苟能内阁心物 以密良知 益之所发 尘必随之 心之所举 正必如之 如是虽身系系名 而学功以借大人之敬 皆乎 人不自学 由密藏真气 而不知作何用也 大好明德 埋于尘分之下 吉明好月 藏于浓云生物之中 人人刻尊学经奉行 始终不代 虽大人 虽大人亦非大人 小人亦非小人 以 及其造风 无性无丝毫之差别 一 世人不悟 和胜浩碳 大学之源流 大学源流 人贤曰孔子之言 而曾子树之 此其源流也 无曰非然 何之其非然也 我可以说 未有天地 而大学之道已在 大学之道 如今天之日月 行得之河海 之臣棉秀乾坤者大学也 常养万物之功者大学也 在未有天地之时 大学之纲领条目 文字书面虽无 而经体 经用 经质 经功 则有以 不过至孔圣时 得大道心法 怀部二性学 将乾坤万物之大学 总阔与书面耳 置于原流 相信不自治圣史 乃系由天道 以起端也 愿修道君子信守思焉 请继续研读大学之道 吕先祖 福佑帝君 浅言注解 第一章第一节 一带 际分散 写